《英文老師的音樂》 Animals 這個單語言開始 我們接觸到了不同的動詞 在之前我們有提到的 Be動詞 B 動詞就包括了我們常講的是 m is r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有不同的動詞 第二種呢 我們就提到的是助動詞 幫助一般的動詞的 叫做助動詞 它是來幫助動詞的 它不叫助B 它不是幫助B動詞的 等一下我們會陸續提到 那現在呢 主要來介紹一下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 剛聽起來會覺得 到底什麼是一般動詞呢 就是一般你會看到的動作 或是看不見的動作 好 那本來是想要用英文來表達 可是我想在這之前 先簡單的用中文來介紹一下 或許你就會把這個觀念弄得更清楚 一般動詞我們分作兩種 一種是看得見 另外一種是看不見的動詞 好 先來講什麼是看得見的動詞呢 比如說 吃 喝 玩遊戲 彈 彈奏樂器 追 跑 敢 跳 打 或是等等的這些 你看得見的動作 包括我這樣手一揮 揮 揮舞 都是一個動詞 好 另外一種叫做看不見的動詞 看不見的動詞 其實它就是感官動詞 感官 這個官喔 是感覺 跟官能 感覺你好痛 你感覺到 我的感覺到好痛 那我思考 我覺得我心裡在想 這是我的感覺 那麼我心裡想的東西 還有我喜歡不喜歡 甚至我不喜歡 我討厭 我愛或者是我不愛 這都是我心裡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是感覺 那官能呢 官能就是你的五官 眼睛 鼻子 耳朵 這些官能 比如說我現在在看 你在看這個螢幕 看電視的螢幕 你在看這個電腦的螢幕 看 可是你到底有沒有在看 你可能眼睛張著看 可是你可能在發呆 所以在這個時候 看也是一個看不見的動作 我聽 我到底有沒有在聽呢 我坐在這邊 我在這邊讀書 可是我聽 我不是在聽廣播 我也不是在聽錄音機 我是在聽外面客廳 電視的聲音 這就是聽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在聽 所以這都是看不見的動作 那主要這一次的句子裡面 第一個單元 我們用like like I like cats I like cats 我喜歡 cats cats 我喜歡 這是我心裡的一個感覺 是一個看不見的動詞 所以我特別選用這個動詞 來代入這一次的動詞文法 he likes dogs he likes dogs 在這邊 這是屬於第三人稱單數 he,she,it 開頭 如果它是第三人稱單數 現在式的時候 它後面的動作 一般動詞 這個動詞 要記得加s 或者是es 它就不能直接像 第一人稱單負數 第二人稱單負數 第三人稱負數的時候 直接加就好了 在英文裡面 從一開始到現在 第三人稱單數 一直是我們要非常注意 當你碰到第三人稱單數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就像這個狀況 he likes he likes i like you like we like they like 可是 she likes he likes it likes 這個it可能是指貓咪 狗狗 狗狗喜歡吃什麼 貓咪喜歡吃什麼 ok he likes dogs he likes dogs 他喜歡 dogs 狗的類 狗類 全部的這個動物的種類 所以我們加s 這個是名詞 cats 也是因為比意多 我喜歡 貓類 我不是就這麼一隻貓 the cat 那一隻貓指定那隻貓 no 我就是喜歡貓 I like cats 很多種的貓我都喜歡 he likes dogs he likes dogs 他喜歡狗類 他是非常喜歡 我們來看 like 跟likes 怎麼樣會變成s呢 其實它有一個比較規則的變法 第三人稱單數現在是 後面的動詞 一定要加s 或者是es 我們來看它怎麼加呢 第一種就是我們直接在 最多的大部分的字 都是直接在後面加個s就可以了 比如說前面的like 變成likes 那第二種呢 就是當它的字尾出現 o s ch x等這些字的時候呢 你不能直接加s 要加es 比如說watch watch watch 變成watches watches 另外呢就像這種 如果字尾是y的呢 我們要注意了 好 如果是子音加y 我們就去y 把這個y去掉 加上ies ies 比如說study study 我們把y去掉了 變成了ies studies studies he studies she studies 另外呢如果是母音加y 像play ay 這個地方 如果是母音加y 我們就不需要去掉y 直接就加一個s就可以了 了解了一般動詞之後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助動詞 助動詞 由字面上的解釋 我們就知道 它是來幫助動詞的 講得更清楚一點呢 其實它就是來幫助一般動詞的 所以它不叫做助be 它叫做助動詞 從名字上你就可以發現 它必須來幫助它 也就是說相對的 如果有了助動詞 它的後面一定會有 一般動詞 圓形 通常在我們在初學的階段 它一定是會這樣子 就是前面有一個助動詞 後面一定會接一般動詞 小心喔是圓形 因為它來幫助它之後 這個動詞就不需要再加s 或是再改任何的東西了 就記得 助動詞 它就是來幫助 幫助誰呢 幫助一般動詞的 那我們常見的助動詞有哪些呢 do does 我們會盡量用do does 來講清楚它這個助動詞 主要的用法 好還有呢 can I can I can jump 我會 我能 或是can I 怎麼樣 這都是屬於助動詞 還有will will 就是未來是 我將要怎麼樣 好 在這裡的句子 我們配合句子 我們用do does 來了解一下助動詞主要的用法 第一個 它可以造疑問句 所謂疑問句呢 就是本來是肯定句的 比如說 I like cats I like cats 變成說 你喜歡 cats嗎 你喜歡 cats嗎 我們就需要 do does 來幫我們造成疑問句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請他來幫我們改 否定句 否定句也是很簡單 因為 我們來看這個句子 I don't like snacks I don't like snakes 我不喜歡 snacks 可是如果只是把 動接起來 遮起來的話 我們把動接起來 動詞 就變成I like snakes I like snakes 可是我不喜歡 我的not 沒有地方放 因為我講過 not 他喜歡在B動詞的後面 那是屬於B動詞的句型 可是這裡面是 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 對不起 所以我沒有地方放not 我就請一個助動詞來幫忙 我的not 就可以放在助動詞的後面 很清楚的 I don't like snakes I don't like snakes He doesn't like cabras He doesn't like cabras 一樣的he 喔 在這裡我們要講到 do跟does的用法 為什麼這裡是does 這裡是do呢 我們看看這邊 就可以明顯的發現 我把它分作兩個 為什麼要分作兩個 就是又來了 就是所謂的第三人稱單數 它也是有選擇性的 這個是圓形 do是圓形 所以它的第一人稱 單負數是選擇do 第二人稱單負數也是do 第三人稱的小心是負數 第三人稱的負數喔 它是屬於 它是屬於什麼呢 do 但是唯一一個跑掉的是誰 第三人稱的單數 第三人稱單數 又一次提到了第三人稱的單數 單數就是1 一就是單數 一個單數 哪些是第三人稱單數呢 she he it what name 還有一些我們可以 常聽到的髒話 這些就是第三人稱單數 所以呢 如果是第一人稱的單負數 ok 我們要用do 第二人稱的單負數 我們也要用do 第三人稱的負數 我們用do 所以要分得很清楚 這裡只有第三人稱單數 用does 所以馬上我們看到 I don't 我們選擇do 加not he doesn't 我們選擇does 加not 我們就不可以 he don't he don't 就不對了 只有第三人稱單數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 does does 好 I don't you don't we don't they don't 都是屬於do 加not 但是只有第三人稱 he doesn't 或者是你肯定的時候 就是he does she doesn't 女生的他 she does it 也是it doesn't it does 或者是ray does ray doesn't 一個名字 或者是your father doesn't your father does 肯定 否定 要特別小心住動詞的狀況 如果我們把動詞在這邊 簡單的分成三類 就是be動詞 住動詞 一般動詞 如果分作這三類的話 be動詞 大家一定要注意 be動詞是一個非常強的家族 be動詞永遠就是戰勝的那個家族 它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家族 m is art 你要這樣記得 可是呢 他們世世代代一直跟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 他們為了爭奪 像歐洲常會打仗 be動詞是一個大家族 一般動詞又是一個大家族 他們為了爭奪一些可能土地啊 或是權力 世世代代都有戰爭打仗 可是每一次輸的都是一般動詞 一般動詞每一次都輸 世世代代都輸 怎麼辦呢 有一天他們就發現了一個東西 住動詞的存在 他們發現了住動詞 很簡單我們剛才講 住動詞是來幫助誰的 住動詞 答對了 他是來幫助一般動詞的 所以很簡單我把它分作兩個部分 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be動詞的這個動詞 我們常常講的 be動詞這是個大家族 自從一般動詞找到了住動詞來幫他之後 他們就打成了平手了 從此以後就和平相處了 所以住動詞非常厲害 住動詞它的功用 它就是來幫助一般動詞的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在句子裡面 你看到了be動詞 如果你發現這個句子中有m你知道 很可能的這個句子裡面 是不會有一般動詞的 這個句子中是不會出現一般動詞的 所以有他們就沒有他 有他呢就又沒有他 這是住動詞跟一般動詞 那你在句子中如果看到了一般動詞 好你看到了一個一般動詞 你可能會發現這個句子中有誰 有住動詞 為什麼我們會發現住動詞 因為他會來幫忙做成疑問句 那可能他也需要他來幫他做成否定句 就是no不不不不要那些不是這些的句子 所以你明顯的看出來 b動詞跟一般動詞 住動詞我們分做兩個大部分 b動詞我們最早一開始就在講m is r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是一般動詞 剛剛也看過了 看得見的動作 看不見的動作等等 接下來住動詞 住動詞是一個比較困擾的地方 住動詞他是來幫助一般動詞的喔 幫助一般動詞 那相對的這個一般動詞 經過他幫助之後 他就變成了圓形 所以通常住動詞的後面要加一般動詞 圓形 很好 接著三種動詞之後 三個大家族的三個動詞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看把它改成疑問句要怎麼更改 好 疑問句也相對的分做三種 用第一種b動詞開頭的疑問句 用b動詞來開頭的疑問句 第二種呢 就是用住動詞來開頭的疑問句 我們用住動詞來開頭的疑問句 第三種呢就是wh 有一些what where when how who 等等 這些用wh來開頭的問句 事實上如果你把這三種問句的關係弄清楚 以後你就很容易造一個英文的問句出來 每次我們都回答yes no 很簡單你都會回答 當人家問你的時候 可能回答佔了你的語言的大部分 那麼現在如果你能夠把這三個關係弄清楚 從此以後呢 你就可以很完整的做出一個問句來 你需要的問句 好我們來看清楚他們的關係 三個大動詞 第一個動詞呢就是b動詞 第二個動詞就是住動詞 第三個動詞就是一般動詞 那我講過了b動詞永遠是最大的一個家族 好我們來看b動詞的問句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因為比較不是到了這麼高階 所以b動詞我們暫且都叫它是m is are這個部分 好b動詞開頭的問句呢 我們要記得b動詞它的籌家就是一般動詞 他們世代不相容 所以句子中一定不會有一般動詞出現 好我們先看一個肯定句 也就是最正常的句子 she is a teacher she is a teacher 她是一個老師 好你看到了她是 你發現這個句子中有是 那有沒有一般動詞 沒有 she 是主詞 a teacher 是一個名詞 的確他並沒有一般動詞出現在這個句子上 好我們馬上發現是is she is a teacher 那你記得她怎麼改疑問句嗎 相當簡單 只要把b動詞移到句首 然後後面加一個問號就可以了 對不對 只要這樣子你的動作就達成了 變成is she a teacher is she a teacher is she a teacher 如果是b動詞開頭的問句 通常我們在字尾問的時候語調會上揚 那do does就不一定了 ok is she a teacher is she a teacher ok 這是一個b動詞的問句 你很清楚了喔 你會發現 那我們現在來問 我們來試試看做一個句子 我是一個學生 我是一個學生 這個句子裡面有沒有動作 沒有喔 你有聽到有是對不對 I am a student 所以當你要問我的時候 你會說你是一個學生嗎 所以你馬上考慮到的是b動詞 對不對 因為沒有動作 是一個學生 是學生 ok so are you a student are you a student 好你就馬上考慮的是b動詞來開頭的句型 所以如果你發現這個句子裡面 比如說我現在會說你想吃什麼嗎 對不起想嗯是什麼 看不見的動詞 吃是看得見的動作喔 想吃什麼 對不起我完全不會考慮b動詞 為什麼 裡面根本沒有am is are 所以你要發現一個句子裡面 如果有b動詞這個字 你馬上就要想到用這個來開頭 就很簡單了對不對 你是一個老師嗎 他是一個工程師嗎 是是是 當你發現是的時候 你就用b動詞的句型來開頭 好我們再看第二種了 第二種也就是比較難的 助動詞開頭的問句 事實上你還記得嗎 助動詞的三個大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造疑問句 第二個功能就是幫助做否定句加not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強調句型 do not touch 你到百貨公司你看他有一個東西 他寫他一定不會寫don't touch 他通常會寫do not touch 請你不要去摸 是非常強烈的 也是非常嚴肅的告訴你 不可以摸不可以動 有些玻璃的東西對不對 ok do not touch 如果寫don't touch 好像比較客氣喔 但是do not touch 分開的時候是更強烈 ok 所以他是強調句型的時候會用到 那這裡呢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造疑問句 好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剛剛我們有講到 I like dogs 我喜歡狗 我很喜歡狗狗 那我要變成疑問句的時候呢 我們怎麼樣知道 要用do does來幫他忙呢 我們講過 助動詞開頭的問句 句中後面會有什麼呢 一般動詞圓形出現喔 會出現一般動詞圓形 也就是說今天你這個句子裡面 只要你發現有一般動詞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是請do does出來幫忙做問句 非常清楚而簡單 好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句子 I like dogs 剛剛其實我們有提到 但這邊我們來做一個解釋 I like dogs 我喜歡狗 這邊呢 當我要問一問句的時候 我要問你的時候 你喜歡狗嗎 你發現這句裡面的中文 喜歡是一個動詞 我心裡想的 我喜歡 所以是一個看不見的動作 當你發現 有動作出現的時候 你馬上想 欸 裡面沒有b動詞 並沒有是 我喜歡 對不起 沒有是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呢 對不起 我把第一個 b動詞開頭的問句 不列入考慮 我就忘掉它 我就要考慮 我要用do does 來幫忙開頭做問句 其實問句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檢查它裡面的動詞 這句話 就算它是中文也好 你一個一想到 在你的腦海裡 發現有是的時候 你就用b動詞來開句子 但是這個句中 有一般動詞的時候 一般動詞一出現 我們就用do does 來幫忙開句子 這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來看 I like dogs 動作 你發現的動作 馬上找do does do does 我講過 do跟does 只有does 第三人稱 單數的時候要用 那這裡是 I 我要問的是 你 你喜歡狗嗎 你喜歡狗嗎 you 所以我不能用does 我要用什麼 do 因為它是第二人稱 對不對 那你的話是單數 你們的話 就是複數 那我不管它 只要是你一定是什麼 do do you like dogs 我用do does 來開頭 這就是所謂 do does 開頭的問句 也就是說它的句子中間 一定會有一般動詞 圓形 好了 這邊有一個do的例子 我們來看看一個does的例子 ok she likes cats she likes cats 你還記得嗎 主詞加動詞 第三人稱 單數 現在是 我在告訴你 這是我的興趣 我喜歡或是不喜歡 這是我的感覺 我喜歡狗 它的後面的動作要加s 第三人稱單數 後面的動詞要加s 或者是yes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那你又發現 他喜歡狗 那我們要改成問句的時候 是他喜歡 喔對不起 這是貓呢 他喜歡貓嗎 他喜歡貓嗎 欸我要問了 他喜歡貓 正點有沒有是 你不是他是一隻貓吧 no 對不對 他喜歡 馬上你發現沒有是 我把第一動詞的問句 對不起 我就把它丟掉 我不思考 好我來思考 do does 來幫我造問句的這個部分 我馬上想到do跟does 好了 是要選擇do 還是does 我們看看 she 是第三人稱單數 就跟剛剛的you不同了 you剛剛是do you 對不起 那這邊是 does she 很好 就不能用do 對不對 does she like cats does she like cats does she like cats 她喜歡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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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你就會發現原來問句 不是那麼困難 我們每次都是答 人家問我們我們答 然後我們聽外國人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是聽 我們只是答 可是你有發現 當我們要問人家的時候 好難啊 要問人家的時候好難 其實這些字你也會 文法你也懂 當你一細細思考的時候 就亂掉了 所以你只要看這樣 幾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定了以後 你很容易造問句的 第一個就是看 句子中 是不是有m is a 如果有m is a 謝謝通常 但是 並不是當你這樣 學到很高階的時候 那另當別論 以我們這個階段來講的話 通常m is a 拿到前面 他的句子中 絕對不會有一般動詞 因為他們是仇家 還記得嗎 b動詞一個大家族 諸動詞一般動詞 是一個大家族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 很好 b動詞拿到前面 就變成了疑問句 就是這麼簡單 接下來呢 你就會發現 句子中只要有動作 我想去哪裡 那就改成 你想去哪裡嗎 你想去 就發現有動作 只要有動作的 謝謝 我們就是 do does 來幫忙 do does 來幫忙開句子 所以你就 一開始的句子 你已經會了 接下來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 就是 w h 的問句 wh 的問句呢 在這邊也做一個簡單的講解 後面我們仍舊會有一些例子 讓你看 好 wh 的問句呢 我們來看一看 其實很簡單 非常簡單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what's your name 你會對不對 是不是what what 你叫什麼名字 其實就是你是什麼名字 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會發現有是 有這個句子中有是的時候 你馬上想到 就加上 b 動詞的問句 就是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your name 相當簡單對不對 只要加上 b 動詞 一樣啊 這個句子 你的名字是什麼 只是多了一個什麼 那我就只好 放一個什麼在這裡 所以你的名字是什麼 同樣的 我後面只要加一個 加一個什麼 b 動詞就好了 其實就是加這個句子 一 b 動詞的句子 大vh 後面加上一 就這麼簡單 它的判斷一模一樣 只要句子裡面有是的 統統直接加這種句子 就ok了 what is your name 就是最標準的句子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is your name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另外還有一種 加助動詞 那你馬上問說 是不是加第二句 沒有錯 所以你第一句 第二句 逼動詞開頭的問句 跟 do does 助動詞開頭的問句 你會了之後 後面就直接造鈔 好 wh 我們再講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你想要吃什麼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什麼 好吧 我只好放一個什麼在前面 do you want to eat 是不是 do 你想要吃什麼 你想這句話的國語 想要吃什麼 有沒有是 沒有 我想到的是 想要還有吃 兩個動作 想跟吃是動作 你會發現一般動詞 所以我們用什麼來開頭 do does 來開頭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呢 他又多了一個 你要吃什麼 就是所謂的 wh這種疑問詞 我就把它放在最前面 這種字最大 所以變成 wh再加上 what 再加上 do you want to eat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你想要吃什麼 其實也就是這個的 第二句 就這麼簡單 好了 那我們再看看第三種呢 更簡單了 一樣 wh 加上 名詞 什麼叫加名詞呢 what color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what color do you like color是名詞 只是不過 那告訴你 我要加一個更明確的東西 名詞 哪一個顏色你喜歡 你喜歡 what color do you like 哪一個顏色你喜歡 what color do you like 好啦 color do you like 你會想到 你喜歡什麼顏色 有沒有事 沒有耶 沒有事對不對 所以what color do you like 你喜歡 我還是找到是什麼 do does 開頭的問句 直接就是 what color do you like 又是把第二種 注動詞的問句 接在後面 所以你發現 三種問句 事實上也只有兩種 就是B動詞 你要分清楚 B動詞開頭的問句 後面一定沒有一般動詞 第二種呢 注動詞開頭的問句 它的句子中一定沒有什麼 B動詞 因為是仇家 而且它的後面一定會接一個 一般動詞 圓形 這是非常重要 你好高興都懂了 對不起你後面 這個地方你說 ray she likes cats 為什麼的 she likes cats 這個A詞到哪裡去了呢 你還記得這個是怎麼加來的嗎 第三人稱單數 後面動詞要加s 他變了性質了 他已經變了 加了一個s 可是他講過 do does 的後面要加一般動詞 圓形 就是 對不起吧 不該拿的東西 不該要的東西 通通丟掉 都不要 like 我們在字典上翻開 like 就是like 它就是圓形動詞 就不能再改 你也不能改成過去是 不要喔 都不可以 只要是 do does 或者是d 就是太高階了 只要是 助動詞後面 不管你是任何情況下 他一定要加 一般動詞 圓形 好 在這幾個狀況下 我們很清楚了 我們就接下來可以整體的 把這個單元一直往下 看一看他的句子 接下來呢 我們又看到了 一個很簡單的 do do的問句 然後答案是yes 跟no 我們接下來幾個單元就是 do does的問句 我們來一起看喔 do you like sharks do you like sharks yes I like I like sharks yes I do 簡答 yes I do I like sharks I like sharks shocks真的很漂亮喔 it's very beautiful 我們家曾經養過兩隻 從這麼小養到這麼大 因為沒有地方放 只好送給人家 shock 游泳的時候很美 很漂亮 有空的時候你可以去看一看喔 shock do you like sharks yes I do I like sharks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他的問句 用do you do does 來開頭的問句 為什麼 因為句子中面有一般動詞 你發現了 句子中有一般動詞 like like 所以 do you like 為什麼是用do 不用does 呢 答對了 因為you 並不是第三人稱單數 只有第三人稱單數的時候 才是用什麼呢 does do you like sharks yes I do yes I like sharks 我很喜歡 sharks do you like peacocks do you like peacocks peacocks也是很漂亮 可是他的叫聲很嚇人喔 Ray的家裡也養過爸爸的朋友送的 我聽到他的叫聲好恐怖 如果他一叫像那個大喇叭 啪 很恐怖的喔 下次有機會可以聽聽看喔 do you like peacocks no I don't no I don't I don't like peacocks I don't like peacocks ok 我不是很喜歡 peacocks 我不 記得這個地方有出現 no 對不對 yes I do no I don't 又證明了我們的 do does 除了是來幫忙你做疑問句之外 還幫忙你做否定句 這是第二個重點又出現了 對不對 他會在do does的後面 所以兩個用法 第一個 疑問句用do does來開 因為這句子中有一般動詞 要記得是圓形喔 do you like 也是一樣 一般動詞 圓形 但是如果是yes的時候 就是yes I do no no I don't no I don't 就是為了放一個not 因為這沒有be動詞 這裡的句子 用do does來開頭句子 千萬記得不可以有什麼 be動詞 am is are 對不對 我們要用do does 助動詞來幫忙一般動詞 圓形 很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兩個單元 insect insects does Ray like fireflies yes she does she likes fireflies does Ray like fireflies yes she does she likes fireflies plant plants does he like bamboo no he doesn't he doesn't like bamboo no he doesn't he doesn't like bamboo he doesn't like bamboo insects does Ray like fireflies yes she does yes she does she likes fireflies yes she does does he like bamboo no he doesn't he doesn't like bamboo 好我們來看兩個單元一起來囉 比較一下 好有這些句子我們就看到了 does出現了 does Ray 因為ray是第三人稱 單數我們不可以用do 要用does does does是專門第三人稱 單數在用的要非常注意 does Ray ok Ray是第三人稱 單數 那我們來看看旁邊的這個句子 does he he也是第三人稱 單數 she he it 對不對 好那he does he like bamboo 也是第三人稱單數 但是我們要注意一個東西 do的是助動詞 助動詞出現之後 它後面的動詞 一定要用一般動詞的圓形 圓形我們來看看 like 如果我們把does遮掉 ray 平常我們是講 like ray likes 對不對 但是在這裡呢 我們不可以講ray likes 我們講什麼呢 does Ray like 因為有助動詞在前面 助動詞在前面後 這個like 不可以加s 要有圓形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does he like 一樣的把does 遮起來 he like 本來是要加s的第三人稱單數 後面動詞要加s he likes he likes 但是在這裡呢 對不起 前面有助動詞 所以一樣 這個like 要用一般動詞的圓形 這就是這邊寫的 do does 的後面 一定要加怎麼樣呢 圓形動詞 如果你是yes的話 很簡單 yes she does 我問的是does 回答也是does 那如果是no 一樣的 no he doesn't 加一個not not 是加在助動詞的後面 來當否定句 就是no的意思 也可以說 yes she likes fireflies 這邊就要注意了 你看 she like 要加s 不要忘記喔 第三人稱單數動詞要加s 因為它並沒有do 它是單獨一個句子 she likes fireflies 好 那我們來看no的句子 no he doesn't like bamboo 這句就很重要了 no he doesn't like bamboo 我們不管前面 我們只管he he 是第三人稱單數 如果是肯定句型 就是he likes 要加s在這裡 但是否定句型 我們需要not 對不對 我們需要not 所以找了誰 找了助動詞來幫忙 放not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小心 有了助動詞出現的句子 後面的動詞 一定要圓形 do 的後面一定要加一般動詞 圓形 所以變成了 he doesn't like bamboo school subject school subject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what's 這個wh的問句出現了 從剛剛延伸最早的b動詞問句 到現在的wh問句 我們稍微再做一個短短的複習 問句基本上 在這個部分 我們只用簡單的三種問句 第一個就是b動詞的問句 還記得b動詞跟助動詞 一般動詞 是兩個不同的家族 所以b動詞的句子 它的後面通常是沒有一般動詞的 因為有了b動詞 就不會有這些一般動詞出現 他們是一個不同世界 好像兩個是仇家 還記得嗎 好 所以b動詞的問句 後面是沒有一般動詞 要特別小心 那麼助動詞開頭的問句呢 它的後面一定會有一般動詞 圓形 為什麼呢 因為助動詞本身就是來幫助動詞的 所以它必須後面要有一個動詞圓形 讓它來幫助 所以b動詞的問句 跟助動詞的問句要非常的分清楚 有它就沒有它 有助動詞 後面就一定有一般動詞圓形 那什麼叫做wh的問句呢 接下來這個單元 我們就要慢慢把wh的問句 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w的字跟h開頭的字的 這些是疑問詞它的問句 其實相當簡單 只要你會了這兩個之後 wh的問句 事實上就是把b動詞的問句小寫 把它搬到這邊來 接在wh的後面 疑問詞的後面 再者呢 如果它是一般動詞的問句 你就把wh寫上之後 放在句首 然後加上助動詞 然後呢 後面一定有一般動詞圓形 也就是這一句又搬下來 那麼另外還有一種呢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一些 等一下會碰到 wh加上名詞 比如說what color 等一下也會談到 那wh加上名詞之後 一樣的 只不過是一根字架 再把 要就是加b動詞的問句 要就是把助動詞的問句又搬下來 好這個表我們暫時留著 我們來看看這個句子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你的favorite subject是哪一個呢 oh my favorite subject is art 其實這是瑞自己喜歡的subject my favorite subject is art 屬於藝術的課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wh的問句 what就是什麼 what就是什麼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ok your favorite subject 喜歡的最喜歡的什麼subject 是名詞 ok這個句子裡面有沒有一般動詞 沒有 所以我選擇的是b動詞 我接一個b動詞的問句 就這麼簡單 wh的問句 我們先看它句子中 沒有一般動詞 沒有一般動詞 所以呢我選擇的是b動詞 所以w的後面直接加上個b動詞 那your favorite subject 是不是第三人稱單數 你最喜歡的那一個科目 所以呢是單數我用的是is what's wha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那是一個 my favorite subject is art 是這一顆喔 是這一顆 所以這第一個wh的概念 你有了嗎 好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ships ships what ship do you like on the blackboard 在blackboard黑板上哪一個你喜歡呢 ok看到了ship ships 是名詞形狀 所以欸 什麼 又是一個what 是疑問詞 再加上ship so what ship do you like 欸有看到了什麼 一般動詞 所以我可能會選擇怎麼問呢 好我們來看一看 我不會選擇b動詞 因為有什麼 我也不會選擇柱動詞來看 因為它有什麼 那麼我知道它要問你什麼 哪一個 什麼ship 所以wh的問句我訂了喔 我決定的選擇是wh的問句 但是我看到它後面有沒有一般動詞 有 所以我不會想b動詞 我把它遮起來 可是你再看喔 ship是名詞 還是動詞 名詞 所以我們看的是名詞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到的是名詞 我就選擇這邊 於是我開車開下 好開到這邊 我知道用名詞之後 我又來選擇是用b動詞的問句 還是住動詞的問句呢 我剛剛講過有一般動詞原型like在後面 所以我又把b動詞遮起來 於是我們就一路想下來 就是what ship do you like do does 是住動詞 我們最常用的 所以之前我們一直講do does 這邊 ok 就是do you like 就是所謂的住動詞 結果的答案是什麼呢 I like the triangle 我喜歡這個上面的就是 triangle 三角形 I like the triangle ok what ship 就是加名詞的問句 wh加名詞的問句 symbol symbols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I want to write a comma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I want to write a comma Number Numbers How old is he He is eighteen How tall are you I am a hundred and seventy three centimeters How high is the mountain It's about five thousand meters high The calendar The calendar The calendar When is your birthday When is your birthday My birthday is on Friday July 10th My birthday is on Friday July 10th It's July 10th It's July 10th It's July 10th What day is today Today is Monday What day is today Today is Monday symbols symbols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你想寫什麼呢 I want to write a comma I want to write a comma OK What do you 你想要 想要 是看不見的動詞 want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你想寫什麼呢 好 我們要問人家寫什麼 又是 又有看到什麼 所以我不考慮這個 直接考慮wh的問句 What What do you want 直接就想到 你想寫什麼 直接就是一個 助動詞 助動詞 通常我們是用 Do does 因為我並沒有意義在 所以我就用一個 Do does 所以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很簡單對不對 所有的問句原來就是 你只要把 B動詞的問句 助動詞的問句 弄清楚 接下來你只要發現 它有問你什麼的時候 你就放 What 那如果它是問別的字的時候 你就放別的字 看它的意思 來配合wh的這個疑問詞 接下來接的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I want to write a comma Numbers How old is he? How old is he? He is 18 他幾歲呢 Old 就是how how是在問如何 怎樣 那how呢 我們來看它也是 wh的文句 它屬於h開頭 how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看 How old is he? 他多老 其實就是問他 他幾歲 那麼你看 一定是用b動詞的句子 因為呢 我wh的h 再加上b 然後它的後面 並沒有一般動詞 所以我就很簡單 做一個問句 How old is he? He is 18 He is 18 How tall are you? How tall are you? I am 173cm 你也可以講 I am 173cm 公分 我173公分 那 How tall are you? 那你呢? 所以how tall are you? 也就是直接帶到名詞 然後呢 加上b動詞的問句 接下來我們來看 How high is the mountain? How high is the mountain? OK high跟toe要小心 toe是問身高 比較實際一點的 你可以好像量的比較精準的是toe 但是high呢 像mountain 也是估計的精準 但是它是比較高句型的 我們會用 how high How high is the mountain? It's about five thousand or five thousand 五千 meters high meters high meters high OK 也一樣的 how high跟how tall一樣 也是屬於b動詞的問句 所以很快 wh加上名詞 再加上b動詞 清清楚楚就可以把問句做出來了 the calendar When is your birthday? 何時 When就是何時 一樣是wh的問句 它是疑問詞 所以呢 我們來看 你的birthday是一個日子 所以用意思 我們也選擇b動詞來帶這個句子 When is your birthday? My birthday is on 如果你有星期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On Friday 或是On Monday 在星期幾 OK My birthday is on Friday July 10th 10th OK 你也可以講 It's July 10th It's July 10th 兩種寫法 你可以直接偷懶 後面加一個貼取 這是敘述 在一個月裡面的第十天 那第一天呢 就是first 第二天就是second 第三天就要做third 但是呢 第四天之後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注意其他的變換 它就是通通尾巴 加一個th就可以了 What day is today? What day is today? Today is Monday 今天是Monday OK What day 這是一個名詞 今天的日期 是在問星期 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開始 What day is today? 一樣的名詞 再加b動詞 我們選擇的是b動詞 樂證裡面並沒有任何的動作 所以 What day is today? Today is Monday Today is Monday Color Color Why do you like black? Why do you like black? I don't know I just like it I don't know I just like it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a white t-shirt? Because it makes me look fat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a white t-shirt? Because it makes me look fat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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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you feel sick You must see a doctor When you feel sick You must see a doctor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have to sleep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have to sleep When you feel hungry You should eat When you feel hungry You should eat When you feel cold, you had better wear a coat. Weather How's the weather today? It's cloudy.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Taiwan in the summer?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Taiwan in the summer? It's hot and humid. Color, why do you like black? 你為什麼喜歡black呢? 很多人都這樣問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I don't know, I just like it. 我就是喜歡black.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white T-shirts?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white T-shirts? 我不喜歡,為什麼呢? Because they make me look fat. 讓我看起來成的很大隻, rae已經那麼大隻了,如果再穿白色的,真的很大隻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問句, why也是wh的問句,是疑問句, 所以我們看有like就是助動詞來幫忙囉, 所以就是why do you like black? 很簡單,why don't you? 這是否定句,not 放在do does的後面,很簡單對不對?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white T-shirts? Why don't you like to wear white T-shirts? OK,所以這是否定句跟肯定句的一個小小比較,也可以多注意一下。 feeling,那在這個地方呢? when是當和時,when是當和時, 但在這裡我們先不介紹它的疑問句, 特別要強調的是幾個,比較特別的必須,好, must 是必須,非常強烈的必須, 再接下來是have to, 我們剛剛之前有學過have to,has to,也是必須, 但是它沒有must這麼百分之百的強烈, must可能排在第一名, 再接下來have to,就排在第二名, 第三名呢,我們可能會講have better, 你最好怎麼樣,你最好怎麼樣, 它的強烈度就沒有這麼強烈, 我們的國語就變成好像你最好,你應該怎麼樣, 接下來這個就是should,就是應該, 你應該要做什麼,那我們來看看句子, 正好這個單元很適合,所以突然就跳出來, 讓你看看這幾個必須的比較法, when就是何時,它不是要問你, 就是當你這個時候正當你在什麼時候的時候, ok,當你feel sick, when you feel sick, you must see a doctor, 你必須去醫院看一下喔, 因為你已經生病了,對不對, 接下來when you feel tired, when you feel tired, 就是你累的時候呢, you have to sleep, 你累了就要休息,對不對, 就不可以好累一直這樣,身體會受不了, 接下來when you feel cold, 當你冷的時候,you have to better, 你最好wear a coat, wear a coat, 你穿一件外套, 接下來when you feel hungry, hungry的時候, 如果你很餓的時候, 或許你也可以忍耐一下, 所以我只會講說, you should eat, you should eat more, 或是怎麼樣, 你可以再吃一些東西, 所以這四個的比較呢, 最強烈的就是must, 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 你如果講must, 你最好是去做喔, 接下來是have to, has to, 就是也是必須, 但是或許有這麼一點點, 你可以嗯嗯, OK, 那但是事實上它也是很強烈的, 是希望你必須去做這件事情, have to, 跟should, 就比較OK, 就是它是建議性的性質比較大, 這個有一點強迫你的意味在, must, have to, has to, 然後have to better, should, 就是應該最好去做這個動作, weather,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氣怎麼樣呢? it's cloudy, 多餘的how, how就是如何怎麼樣, 對不對? 那也是一樣疑問詞, weather 這些都沒有動作, 所以呢, 就用B動詞接, 因為天氣, 天氣用ease, 它是eat來代替, how's the weather today? it's, it's cloudy, OK,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好,意思沒有問題了, 可是這裡有一個like, 小心, 這個like是像怎麼樣, 所以它在這裡並不是一個一般動詞, 它是一個介系詞, 所以它是說這個天氣在台灣的夏天是怎麼樣呢? 是像什麼樣的天氣呢? 那台灣的天氣在夏天是怎麼樣呢? it's hot and humid, 又潮濕又熱, 又潮濕又熱, OK, 用and, 因為兩個, 我們用連接詞把它連接在, it's hot and humid, 天氣, 天氣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Universe. Universe. Which plane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Which plane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I can see Mars. Which one is a spaceship? This one. Geography.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untains? who is a new question. Who is a new question? Who is who is who is who? 通常我們把它視為一個單數字,所以它在後面單數的動詞要加s.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untains? 誰要去mountain呢?誰要去山那邊呢?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untains? I want to go to the mountains. 這句比較特別,誰想去,所以它是直接加一個動詞喔,誰想去加s. 第三稱單數動詞加s. who wants to go,這句比較特別,who要小心喔,這幾個疑問詞裡面稍微要注意的就是它, 它跟這裡的問句型比較有一點點不一樣,它是直接就是動詞,誰想?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untains? I want to go to the mountains. 我想去. Word map. 好,where are you from? 你看到了where,新的囉,wh的疑問詞又來了,ok,where就是哪裡,你從哪裡來的? 我選擇的是兩個用法,一個是B動詞,一個是注動詞的問句,好,我們來看相對的,當你是B動詞的問句的時候,句子中一定沒有一般動詞, 所以我回答的時候也是用B動詞來回答,那如果我是用注動詞,我看我的動作是來的話, 那麼我的回答也是會用來去動詞喔,在句子中回答where are you from? 你從哪裡來的?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從哪裡來的?這個是個介系詞,所以沒有動詞 I'm from Taiwan. I'm from Taiwan.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因為有個動詞,所以放一個do的在那邊,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aiwan. I come from Taiwan. 我是從台灣來的。 好,在這裡我們也印證一下where,wh的問句,加上b動詞的話,後面一定沒有一般動詞, 那where do you come from?是注動詞,所以我們有一般動詞在後面。 這兩句是一個最明顯的比較,兩種問,你從哪裡來的? where 就是哪裡? universe,which plant? 哪一個plant?是名詞,can you see in a picture? 在圖畫上你可以看到哪一個呢? ok,I can see Mars,可以看到Mars這一顆星,好,接下來which one就是特定哪一個呢? 我們就這樣很簡單,哪一個?is,所以第三生單數也是用is,對不對? which one is the spaceship? ok,哪一個?你在圖畫上看到哪一個?oh,this one,我問你which one? 就是this one,this one,ok,which是哪一個?或是哪一個?哪一?哪一?ok,所以也是wh的問句,也是看後面喔! 這個can是很好的一個示範,它不是用do does,can是能,它是一個有意義的,但是它是注動詞,相對的也是一樣,wh加上名詞,加上注動詞,後面有一個c,一般動詞圓形,can也是注動詞,這我們比較少,我們大部分看到都是do does,但是這個can是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夠看到哪一個呢? ok,在這個picture上,你可以圖畫中,你可以看到哪一個呢?ok,so which plant can you see in a picture? I can see can,這個是一個注動詞,後面有一般動詞圓形,I can see Mars,which one?要小心啦,哪一個?is the spaceship? this one,嗯,就在圖畫上,this one,this one,opposite,這個單元呢,大部分都是形容詞,所以呢,在這邊我們也用了一個比較集,希望在這邊能夠介紹一下,好,我們來看看,Lulu is tall,它是高的,好,它是高的,Lulu is tall,Stephanie is as tall as Claire,ok,他們兩個是一樣高的,Stephanie is tall as Claire, 而Clare,他們兩個,Stephanie跟Clare,是一樣高的,第一個,是一樣高的,Jessica is taller than Claire,Jessica比Clare還高一點點,還高,ok,Ray is the tallest girl in the school,Ray is the tallest girl in the school,Ray is the tallest girl in the school,Ray是最高的,在學校裡面,好,你就看出來了,從國語來看,這個Lulu is 高的,嗯,它是高的,這個呢,Stephanie跟 Claire 是一樣高,所以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 toe 並不需要改變 他們是高的 他是高的 他是矮的 那他是一樣高的 他們兩個一樣高 他們兩個一樣胖 他們兩個一樣瘦 都一樣 所以我們不需要改這個形容詞 那我們來看看後面就要改囉 Jessica is taller 比 Claire 高 Jessica 比 Claire 高 有沒有比她高 有 比較高 比較高 這就是比較即要出來 嗯 兩個人在比 比較高so 他這邊的用法是 形容詞 加er 在他的字尾 加er 然後加一個 than 當然還有其他的用法 那這邊呢 我們選擇比較常用的用法 ok so taller than Claire 比 Claire 高 那我們來看看最高級 最高級也就是最強烈的囉 對不對 好 Ray is the tallest girl tallest girl the tallest girl 最高的女孩子 所以呢 Ray 是最高的 那就是所謂的最高級 那你最高級要怎麼改呢 最高級就是加the 然後字尾加est 好 我們在英文中常常會發現 在字尾要改的 對不對 比如說動詞 第三針 單日動詞要加s 或是es 之前我們有提到 那麼呢 還有過去式的時候 我們也要把動詞改ed 那也是有很多方法在改 那還有呢 進行式 我們要ing 對不對 要加ing 或者是戶外活動 娛樂 體育活動等等 也要加什麼ing 還記得嗎 那這裡呢 是形容詞 形容詞就是怎麼樣 通常我們國語講 它會有什麼什麼的 漂亮的 好的 大的 小的 黃色的 紅色的 還有好的 壞的 全部都是形容詞 那麼這些形容詞呢 加上er跟est的時候 來比較它的強度的不同 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就加er 最高最高級 最高的 OK 我們就是est 但是比較常用的是這幾種句型 第一個 我們就形容原級 它是高的 嗯 我告訴你一個事實 它是高的 另外呢 就是一樣高 用 us 跟 us 中間放一個形容詞 這種方式就是一樣高 兩個一樣高 一樣好 一樣漂亮 一樣怎麼樣 us 什麼 us OK 接下來 Jesca is taller than taller than 是兩個重點 加er 還要加一個 than 接下來還有一個 the tallest the tallest the 它不是加than 它是加the 還有什麼呢 est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怎麼改呢 通常我們除了大部分的字 是直接加er之外 我們還是要循序漸進 慢慢的檢查 它還是有一些規則在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單音節或少數兩個音節字 有比較少數兩個音節字 也會有這種狀況 好 字尾直接就是加er跟est 所以其實單音節 如果你不會分就是比較短的字 那單音節就是音比較少的 你就很容易分了 好 比如說code 是不是一個音過來 code 如果是比較級的時候就加er 比較級加er 然後呢 最高級的時候是est est 好 我們把它畫起來 你就會發現er est 明顯的看出來了 對不對 好 字尾有1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加上r 或者是est nice 變成nicer nicer 那我加上 這個有1 好 我也是est 就niced niced 直接就niced 就是最高級 最棒 最好的呢 好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種 單音節也是短短的 短母音加子音的時候呢 短母音加子音就是這個 短母音加上子音再字尾 短母音加子音的時候 你必須要重複字尾再加er est 這個比較重要 比如說big 比較大的時候就要重複字尾 看到了嗎 重複字尾 叫big 就要變成bigger 那這邊也要重複字尾 重複字尾 然後est biggest 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對不對 比較短的 這個要非常重要 常常會在這個上面 可能會讓你發生一些錯誤 接下來是 單音節子音加y 往往在字尾有y的時候也要注意的 如果是y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要去掉y 把y去掉加ier 或者是iest 不再是er跟est喔 多了一個i 比如說 easy easy 簡單的 那比較簡單呢 easier easier y不見了 y在這裡 easier 那這邊呢 也是y不見的 easiest easiest ok easiest 所以你就看到了改法 這幾個改法夠嗎 還不夠喔 還有後面的兩種 來我們繼續接下去看 接下來呢 我們看第五 第六點 第五點呢 比如說兩個音節 或三個音節 就是比較長的字 如果你真的不會判斷音節的話 你看那個字比較長的 母音多的那種 就是長音節 ok 兩個音節或三音節 當然還有什麼呢 字尾 如果有些字 它的字尾是 ful ary ive ous able 等等的 我們前面會加more 跟most more 就是更 那most 是最 通常它本身這個字的意思是 漂亮的 更漂亮的 最漂亮的 所以就會發現它的改法就是 比較急的時候 我們用more more beautiful 對不對 more beautiful 那最呢 就是most beautiful most 是最的意思 好 還有所謂的不規則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靠你去背 如果你記得手 你就越記越多 其實也就是這些形容詞 會有不規則 哪些呢 比如說這個大家最常見的 good good的比較集叫做 better 比較好的 better 最好的叫做best best 你就懂了對不對 那bad就是不好的 bad ok 不好的 那比較不好的呢就是 worst worst 比較不好的 那最不好的叫做 worst worst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變化 所以呢 你接觸到的時候 你就要可能要去把它記起來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變法 相信這六點 如果你稍微記得的話 你就很容易把形容詞的比較集 做出來 而且很清楚的表達 它是比較呢 還是最怎麼樣 怎麼樣